歡迎來到燦爛時光會客室 我是節目主持人 廣東翔燦爛時光會客室 是由公司新聞議題中心PNN 還有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 以及燦爛時光節目聯合 自播的一個單元 我們要透過深度的訪談 來讓我們去了解到 在一些社會運動背後 更重要的一些原因 因為我們看到很多社會運動的報導 我們大概只有看到的是花絮 我們只有看到的是一個 這種所謂的衝突的面向 可是任何一個社會運動 或是任何的一個抗爭的事件 它背後都有許許多多 值得我們再去行思 再去了解的這些議題跟面向 其實大家都在非常關心 反服貌的議題的同時 在3月19號的時候 台大原住民社團 原生代社他們其實舉辦了一個說明會 這個說明會其實某種程度上面 我們可以看得到的是 台灣的原住民運動當中 環我土地運動 這個非常重要的一個發展 或者是一個舊的議題 當然它也可能是 在目前看來是一個新的進展 在這個所謂的說明會當中 原住民的這些朋友 他們對台大消防提出了一些意見 提出了一些要求 當然也提出了許多的批評 在我們今天的節目當中 我們就要來邀請到的是 台灣科技大學應用外系的同學 同時也是美豐農場仿調隊的成員 由西城一起來跟我們進行連線 西城你好 你好 可不可以請西城一開始就告訴我們說 在3月19號的時候 這個說明會的內容到底是什麼 為什麼會去舉辦這一場說明會呢 我們這一次舉辦這個說明會 主要就是要讓 就是給外校的 譬如說專家學者 或者是一些有關心這個議題的 學生老師們 就讓他們知道 我們在這幾個月下來的訪調 或者是蒐集資料 匯整資料 以及就是整理論述啦 報告書等等等等的 一個算是成果發表會 然後在成果發表之後 可以讓大家進行討論 我們知道這件事情跟 梅峰農場是有一些關係的 那梅峰農場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你們為什麼要去進行訪調 那為什麼你們要去投入 這樣的一個調查 同時也會去開 這個說明會希望讓 學校老師們能夠知道 你們所觀察的一些現象呢 這個主要就是當時 就是當地的賽德克主人 王雅克先生 他所在的傳統領域的土地 跟台大梅峰農場的 所管理的土地的區塊 其實是就有重疊到 所以就是引發出這個爭議 然後我們在12月9號的時候 是我們去年12月9號第一次去部落 然後主要是因為在11月中左右 我們看到這個消息 就是台大對這個王雅克一家人提告 然後就是要他們高他們非法使用土地 然後我們知道這個消息之後 我們就是趕快聯絡主人 然後就是在12月8號的時候 12月8號、12月9號的時候下去部落 然後因為12月9號是他們當時就是 強制拆遷所訂定的日期 所以我們在之前就是想要過去跟主人了解 說他們在那邊對土地的使用或者是對這個案件 他們現在當時的情況是怎麼樣 然後我們就跟他們聊 然後因為就是原住民他們比較不懂的抗議或什麼的 然後所以我們學生就下去創施就是協助他們做抗議這個動作 然後我們在12月9號也就是當時的拆遷日的時候 我們就下去然後就是去幫他們抗議 然後也就是幫他們就是討論一些論述這樣 然後台大在那時候也就是有做讓步 然後就是這樣在討論之後有說當時先不要拆遷 然後之後再討論這樣 剛您提到說這個樣的一個爭議其實是因為台大的校弟跟王雅各先生的私人的土地之間 他有些些糾紛喔 那這個糾紛到底是什麼 然後這個糾紛是怎麼來的呢 然後這個糾紛其實主要是因為就是 就是在2007年1月12號的時候就是開始原住民保留地補半真化邊的政策嘛 所以就是當族人知道這個事情的時候他們就認為說應該是要去就是去申請 然後保護自己的土地的權益這樣子 所以於是2008年的時候雅各就去申請了 對然後在申請的時候 因為在前面之後 就是在申請的時候 台大才發現其實這塊地其實是就是他們的 這是台大的 對是台大的 因為他們在之前其實一直就是包括我們在房調的時候就有發現 其實他們在王雅各申請原保地之前 他們就其實在校方的態度就可以很明顯看到 他們並不確定這塊土地是否是不是屬於他們的 對然後所以就是在申請的時候就是校方就更加確定這塊是他們的地 所以於是就是就是在因為因為台大也是會是疾管機關 所以就是這個原保地的程序一定會跑跑到台大這邊 對所以台大知道這個訊息然後就是反而還提高這樣子 對因為更加確定那塊是台大 台大式的土地這樣 嗯嗯可是其實面對這種所謂的土地上面的爭議 其實會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也有很多不同的解決的方式 那王雅各面對這個台大的提告他有什麼樣的回應嗎 就是說除了這種所謂透過訴訟的方式 還有什麼樣的方法是可以去解決的嗎 您是說台大對亞 王雅各在面對台大的時候他怎麼去回應這個台大方面的提告呢 是然後他就是就是要怎麼講啊 就是他就是盡量的就是去 因為一開始當然是不能接受 因為畢竟以在地的族人的觀點來看 這些就是從古至今就一直在使用到現在的 對然後就是然後在之後因為在地族人在就是在法律知識上也就是就是比較不足 所以一開始也不知道要提出什麼證據 所以就是把就是因為元寶地政策就是需要的就是主要就兩個 一個是使用證明在77年2月之前的使用證明跟就是士林證明 就是周遭鄰居的就是背書這樣子 然後就是一聽就是一看到這個 因為他們都覺得都已經提出來為什麼還要提高 所以他們其實族人是非常不接的 所以從某個角度來看 就是我剛剛在一開始提到說 這是一個台灣還我土地運動 特別是原住民的還我土地運動的某個延伸 那也許我們可以試著從台大的角度來看 他會覺得說這個其實在法律上面是他們本來 他們的這個所謂的這個使用的這個土地 也是台大的這個這個所謂的他們自己管轄的這個用地 可是從王雅各或是從原住民族的這個角度 這個來看的話 他其實又是他們原本的這個傳統的這個 這個所謂的這個祖籍這個所謂的一個所謂的用地 那這兩邊其實就產生了一個很大的衝突跟看法 那這類似的問題在傳統的台灣的原住民的保留運動當中 土地保留運動當中環保土地運動當中 是不是經常發生呢 這當然是比較經常發生 因為在現行的中華民國的法律的制度底下 他們所使用的土地方式跟在地族人傳統使用的方式是相差非常大的 譬如說像是賽德克族人他們就是 就是他們主人就會自己就是鄰居之間都知道自己土地的界線在哪裡 然後並且不會去觸碰 因為一觸碰的話就違反就是以賽德克族來講的話他們叫Gaya 就是Gaya就是對竹林然後也可以就是當作是一個規範 一個原住民的規範這樣子 然後他們認為只要就觸碰了這個邊界的話 那其他人也會就是覺得你侵犯到他們的土地 所以因為他們以前都是共同的就是幫助這樣子 互助合作這樣子 所以如果一去觸碰的話他們就是無法就是好好完成工作 然後這在中華民國的那個法律制度底下是不一樣 因為中華民國制度就是要白字黑字然後是最重要的嘛 然後就是上面怎麼寫那個土地那個所有權就是這樣子所給的 所以基本上來講一個是從中華民國的法律的這角度 另外是從賽德克族 或是孔文鋼堂的原住民族的這個最土地的這個認定 那在過去其實也發生過很多類似的衝突 我不曉得在過去在面對這些衝突的時候 通常是怎麼去解決它 通常是怎麼去回應這樣的一種幾乎完全不同的一種思考體系 或是一種不同的這個所謂的政治現實上面的一種爭議 在過去的經驗或是過去的例子 在環國土地運動當中怎麼樣去爭取這個應該 再回歸到原住民族它本來這個土地 或者是說怎麼樣跟現有的法令制度 有一個比較好的相對應的一種共存的方式呢 就是像是我們這一次提出的一個希望 一個願景就是我們的希望可以朝向公管制度 因為在其他國家比如說紐西蘭 他們就是有公管的機制這樣子 然後就是可以讓原住民可以自治 然後處理一些自己部落內的事情 可是這個共管機制主要就是不要讓中央政府跟原住民族有衝突 應該是要共存 然後都有他們保留各自的機制這樣子 然後都可以管理這樣子 對那是我們希望可以朝向 因為就是如果以這樣想的話 就是其實它的好處是比較多的 比較起來 對 那如果從這樣的一個例子來談 然後我們如果單純的就這個個案來看 就是您剛剛提到的這所謂共管機制 那美鳳農場或是台大或是現有的中華民國頓服 或者是像整個賽德克族人 他們在實際上面的這種共管機制 它可以怎麼做 或是它怎麼樣的規劃或怎麼樣參與 它才能夠符合您剛剛提到的 所謂的共管的這種概念 在現實上面它可不可行呢 在現實上面因為畢竟台灣沒有先例 所以就是在如果要真正實習的話 還要就是在一番研究這樣子 然後在譬如說昨天的說明會 副校長也有常常提到說 其實台大有成立共管小組 然後未來也希望可以朝向這個方向前進 所以我們就是我們期待啦 就是台大的這個共管小組可以做就是足夠的研究 然後做足夠的規劃 然後再跟主人去討論 因為最主要其實還是要取得雙方的同意 然後台大既然有這個意願 那我們就是希望就是在 如果他們也願意接納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希望可以就是在之後可以跟主人多做協調 然後讓他們知道其實共管並不會傷害到他們的權益這樣子 我想這是一個提出來的一個可行的一種方式 那台大也提出了他們看起來還蠻善意的一些回應 不過到底這個在當天的說明會有說了哪些的內容 以及為什麼這些台大的同學或者是 包括我們今天來賓 為什麼要特別的去部落裡面去關心這一件事情 從一個長久的環國土地運動來看 或者是剛剛談到的一個原住民族自治 或者是一個共管的這個角度來看 他有什麼樣的解決的方式 有什麼樣能面對的這種方法 我們先休息一下 我們再回來討論這個議題 我們希望這次的比賽在各位盪力的幫忙之下 希望這次的比賽在各位盪力的幫忙之下 能夠有很多不同國家的朋友 把他們心裡的這些想法行註於文字 希望這次的比賽在各位盪力的幫忙之下 讓活動能夠更豐富 一屆的移民工文學獎 在國內是真的是創舉 更多的優秀的文學 這個幸運的文學能夠來展現 讓國內能夠看得見 我們希望這個文學獎是進入台灣的文學史 我們希望這次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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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期待這樣的一個文學獎 他可以一直保持著 他的這樣的一個一直性 既是條件很有限 可是他又要不斷的拼命創造新的條件 參選資格就是在台灣 曾經在台灣或者是在台灣 我現在在臺灣的新年人工 讓他把他自己的工作做好 同時也能夠和諧地 在臺灣的這段時間能夠相處 我們希望他們用力去創作 讓他們有一個舞台 可以擺盤回生命故事講出來 希望臺灣文學可以更公平 把我都發瘋的 PADK PADK A 歡迎回到燦爛時光惠客室 我是節目主持人管忠祥 燦爛時光惠客室是由燦爛時光節目公視新聞議題中心PN 以及公民行動已經記錄資料庫聯合自播的節目 我們透過網路的視序連線來邀請每週邀請不同的來賓來跟大家一起分析討論 在社會運動這些衝突面向背後更重要的一些問題 我們的節目每個禮拜天的晚上在公視新聞議題中心PN的網站上面 我們會進行直播 之後也會在公民行動營記錄資料庫的網站上面 來看到我們直播的內容 以及我們所謂視訊的這個畫面 今天在節目當中要來跟大家談到的是在發生在台大 也就是所謂的美鳳農場的一個爭議 在上一段的節目當中我們已經請我們的來賓西成 由西成來跟我們討論到 為什麼會產生這樣的一個爭議 我們繼續要來跟西成來請教 西成你好 你好 我們在上一段的節目當中其實也提到說 很多的台大學生在 去年就開始去做這個仿調的工作 其實我們知道西成其實是台灣科技大學的應用外語系的學生 也並不是台大學生 我不知道你為什麼會特別的去關注這樣的一個議題 跟台大同學一起去進行這個仿調的工作呢 主要就是 一開始的時候我們 因為我跟 跟台大原生在的同學關係還不錯 然後有一次他們有舉辦一個議題系的活動 然後是 就是有邀請萬校人 然後 內容就是有關就是 遠處民族跟漢人的一些對立或者是相同的地方 反正是一個討論 可是重點是在之後他們提出了這個議題 就是美鳳農場 然後 因為晚上的時候 就是他們說有有興趣的人就聽他們的解 就是他們怎麼講這件事情 然後 聽他們的 那個就是他們的情況這樣子 然後聽了之後其實就很基本 我覺得 就是 一般會認為說怎麼 一個 長期居住在那邊的人 然後他們就是賴以為勝就是這塊土地 他們賺錢種菜 就是用這塊土地 可是 今天台大一來說 覺得這是他們的土地 就要把他們趕走 然後 也沒有 要安置 那他們未來要 要去哪裡居住 然後他們未來工作要怎麼找 因為他們在教育方面也不是那麼高 然後家裡有 有他們的爸爸媽媽跟他們的孩子 都是靠 我兩個一個人 所 就是 所養的 對 然後就是覺得 怎麼會發生這件事 然後就會想要去出生 然後就 不會覺得這是關乎在什麼學校 什麼學校 主要是這件事情 你跟特別剛剛談到一個就是我在這個地方住得好好的 從我們的這個傳統歷史來看 我們本來就是在這裡耕種 本來就是在這裡生活 那為什麼這個台大一來呢 或是中華民國的法令一來呢 這個原本是屬於我們家園 我們自己的土地 然後就 就突然間變成是台大了 而且還被迫要遷移 也沒有任何的安置的這個措施 我想這對很多人來講都是一個非常不可思議的事情 當然從中華民國政府的法令來講 他會覺得 反正 這個土地呢 其實我們已經有這個所有權 我們在這個規劃 那最後他也會跟你講說 這一切都是依法行政 可是在這個法或是在所謂的依法行政的背後 有更多歷史的因素 或是更多在現實上面的因素 更多在 法律之外的因素呢 是需要更進一步的去理解跟思考的 那在 剛剛看到的 特別提到像希成提到說 他跟台大同學一起到了這個部落 到了這個梅峰農場 來進行訪調 我不曉得你們在這個梅峰農場裡面有 在實際的訪調當中有 觀察到什麼嗎 或者是 在那邊跟族人的相處或是實際的走到的一個 一個事件的現場 你們的感受 你們的觀察 到底有 有哪些可以跟我們分享的地方呢 好 那就是 我們是今年2月9號到2月11號做我們第一次的田野調查 然後 第一天的時候我們主要是跟 前 前立委 現在的 主委 那個瓦利斯貝林先生 然後我們去跟他們 跟他聊 主要是聊 就是 塞德克族人的民族性跟他們的歷史這樣子 然後在這個言論之中最主要得到的就是 塞德克族人是互助合作的一個民族 然後他們就算就是有別的部落或者是別的家族 可是他們就是在土地上面是不會去 隨意的去觸碰的 所以這是第一天所要所知道 然後第二天的時候就是我們 對部落主人辦一個工作坊 就主要是讓他們知道我們這次下來的目的 那我們 希望可以在他們那邊得到什麼資料 然後 以幫助他們 然後這個工作坊主要是就還有其他八位地主 對 八位左右的地主 就是他們其實跟台大的 農場的土地也有做爭議 只是他們都是就是可能不是完全的 就不像王雅各是整個居住的地方就是涵蓋在 梅峰農場的那個土地 然後我們就跟 因為其他部落主人也 也希望就是可以申請元寶地 然後就是保障自己的土地權益這樣子 然後就是在當地我們就是跟主人聊 聊說他們 就是以他們的口吻 以他們就是最自然的表達方式說 他們 以前是怎麼使用這個土地 然後他們 因為我們覺得就是 原住民族命名是很重要的 就是對 對這土地的歷史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們 也也詢問了 他們會怎麼稱呼這個土地 然後他們就是 以前是做什麼作物呢 之後 可能譬如說政府來之後 為了經濟效益 他們又改種了什麼 等等 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也除了看到這個歷史之外 其實也特別的看到了在中華美國政府 或者是甚至在日治時代 因為這個不同的政治的政權的介入 其實使得他們不只是在土地上面有一些爭議 甚至連他們的這所謂的耕種的方式 或者是他們改種的這些 作物其實也都有很大的差別 這部分可不可以再跟我們多分享一下 在過去他們的這個生活的習慣 或是生活的面向 或者是他們農作的方式 是因為這個政府來之後有什麼樣的改變 改變成什麼樣子 這種改變對他們而言 是一種喜歡或是一個不喜歡的 這樣的一個結果嗎 就喜歡不喜歡這一點來論 我覺得其實大部分都是 比與無奈 因為其實以前種的譬如說是 芋頭啊小米等等 他們就是他的經濟效益不會那麼高 可是在以前就是 可以就是溫飽就可以了 然後就是因為之後為了要經濟效益 所以就是種了譬如說像高麗菜的作物 然後高麗菜因為可以賣錢 所以就是在經濟 就因為政府過來之後 就是帶來了資本主義 那資本主義就會造成就是很多 就是很多產業 就是反正就是要以經濟為最優先的考量 因為溫飽已經不夠了 對啊 不過從某些人的角度來講說 就是政府讓這些原住民的朋友去改種 像高山蔬菜高麗菜等等 或是高經濟作物 不是可以帶來 這個地方的這種所謂的經濟的 相對之下是比較好 然後 這個收入所得也會比較高 為什麼這些 原住民的朋友覺得說 這其實反而是一個負面的這種感受呢 可能其中一個就是 譬如說高麗菜它其實對學徒找到是不好的 不像以前的作物 它可能就是以後 就是在土地的 就是它的營養成分還是夠的 對然後在第二點就是最重要的是就是高麗菜這些就是賣出去 其實還是要經過中盤商 那中盤商其實很多都是層層剝削 那他們最後得到的 的經濟 其實也不一定是這樣的豐厚 對 所以其實我們看到的是一個整個生活形態的改變 或者是整個的 所謂的耕種方式的改變 甚至 整個原住民的產銷方式也面臨到很大的改變 它必須要面臨到一個 這個福利的這種所謂的生產跟銷售的方式 那特別剛才特別談到的是 在整個的這種所謂的水土保持 或者是這個農地的永續性上面 其實也受到了很大的衝擊 那雖然我們看到這個台大跟這個當地的族人 其實有一些 在這個 在這個所謂的法律上面 土地上面的爭議 也出現這種所謂的訴訟的這種情形 我想要更進一步的了解是 是不是當地所有的族人都是 有這樣的陷入這種官司的爭議當中的 或者是說 在平常的時候他們畢竟是共同的 身處 處在一塊土地上面 那當地的族人跟台大的關係又是什麼 那以當地族人跟台大關係 就是說實在其實是非常的不好 因為我們下去去看 因為我們 其實在第三天 第二天第三天的時候 其實也有去台大美鳳蒙場 拜訪他們一線的人員 或者是在那邊的副廠長 我們有跟他們聊他們的想法等等 然後他們主要是就是 就是怎樣來說 他們是希望水土保持跟環境保育這樣子 然後我們就是在聽了他們之後 也聽了族人的看法 對 然後所以我們就是盡量以中立的角度來看 他們的關係 然後在族人的訴訟來說 他們其實覺得就是農場他們對族人是有很大的敵意 譬如說可能就是 他們遇到族人的時候他們講話都不是很好聽 譬如說你怎麼現在還住在這邊這樣子 就是有很明顯的就是 就是 就是敵意 然後跟對我們學生的態度是不太一樣的 對呀 對你們的學生態度是什麼 他們就是 就是聊說 那我們的理念是什麼 然後 我們希望你們可以去了解什麼什麼什麼 然後就是 然後會盡量說 這其實是 他們是以大的觀點來講 什麼什麼的 所以就是以比較概略的方式 然後講一些就是 比較學術的東西 然後也不會 很直接的 就是表示出他們的 就是 不好的地方 然後 台大也有就是 封路這樣子 嗯 剛剛這邊談到一個叫從大的觀點來 述說來去表達 那個所謂的大的觀點到底是什麼 大的觀點就是環境保育 因為在 在跟副廠長 就是對談的時候 他 不斷的提到了 就是叫我們去看看見台灣這部紀錄片 對 然後因為上面有很多就是土地的爭議啊什麼 然後他們也 說 就是 說到 就是 台灣人口 他認為台灣人口過多 然後造成土地的就是過度使用 然後如果平地的 土地用 已經就是 再也無法發展下去 他們就會慢慢往山上靠這樣子 然後就是 就是這樣子比較大的環境理念 而不是針對這個土地的問題 因為其實在台大的一個反對我們的塞德克主人的土地使用 就不讓他們通過申請的原因之一就是他們認為 一給原住民那個水土保持就會變差 對 這其實是不是那麼有道理的一件事 可是他們會一直提出這件事 因為在就是以 譬如說林務局他們的就是 審查規範來講 可能就是 就是以什麼 就是多少角度然後使用成 怎麼樣是算是超限利用 對然後他們會一直在這個點上講 可是其實這不一定是就是會造成的結果 這的確跟很多人的認知上面 起碼跟我自己的認知其實是有很大的落差 因為 我們知道這個水土保持的問題過去 原住民族有自然的 有他們自己自然的一種 所謂的生態或是自然的一種所謂的生存的方式 那我很多的這種水土保持的問題 或者是這個所謂的 都是因為是過度開發 或者是剛剛特別強調所謂 被迫種植高經濟作物所帶來的結果 那台大的回應其實也讓我覺得有點一頭霧水 那最後我想要再請教 我們的這個來賓 就是說在 最後你們跟台大提出的哪些訴求 台大方面針對你們訴求有進行了什麼樣的回應 那我們主要訴求當然是第一個就是不要拆萬個的家 對 然後 然後再來就是 呃 就是 台大應該要成立一個比較公正的評審委員會去 審核就是 萬個那一家人所提出來的證據 因為就是 台大其實 就我們看到的資料來講 他們都是以自己收集到的資料為主 然後譬如說他們的空照圖 他們認為 是怎麼樣的 那他們認為他們自己的資料是很有力的 可是 他們從來都沒有一個審查委員會可以 就是以公正的角度來看 台大這邊所提供的消息以及 瓦爾哥提出的證據這樣子 那因為他們 證據也是因為就是 觀點不同吧 然後台大可能就是 呃 因為他們在 呃 七十六年吧 七十幾年左右 就是呃 台大有租給 呃 一個人叫張寶柴 然後他是就是 就是幫忙 台大就是 俘育造領這樣子 可是 其實同時 那塊地 瓦爾哥其實也是有一直持續在使用 然後我們也 也有提出說照片的證據啦 或者是 就是士林證明 等等等等 就是呃 主人這邊的證據 可是 台大就是也 也沒有給我們確定的原因 然後就反駁 然後所以我們希望是有一個審查委員會 所以 可以就是 以公正的角度看 這樣子才可以讓 呃我相信可以讓兩方幸福 對 對 差不多這樣子 這是一個非常基本的這個要求 那 從整個台灣的原住民族的這個歷史的發展 歷史來看 我們看到這個所謂的環國土地運動 一直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運動的訴求 特別是在這個數百年來的面臨到不同的政權的不同政權 都會有自己的政治的主張 土地規劃的方式或者是法律的制度 但是在這過程當中 原本住在這個土地的原住民族 其實是不斷的受到很大的衝擊 不管是在姓民的這個所謂的命名上面 或是土地的爭議上面 都面臨到非常大的衝擊 我們今天非常謝謝 我們的來賓游西城來跟我們一起來進行連線 跟我們告訴 我們這麼重要的一個議題 也讓我們的時間聽眾朋友跟觀眾朋友 可以持續的來關心 燦燦時光會客室 是在每個禮拜天晚上的9點半 在公視新聞議題中心PN的網站 來進行直播 在之後可以在燦燦時光的網頁 以及公民行動影印記錄資料庫的網頁 看到我們直播對談的內容 今天非常謝謝西城來接受我們的訪問 謝謝你謝謝 謝謝 我們下禮拜空中再會拜拜 我的愛 會給你一個擁抱 抬起頭 感受生命的溫暖 抬起頭 溫暖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